白宮風雲前情提要 川普當總統忙力偷閒 英國發生恐攻 他還有空曠海騷擾倫敦市長 川普以為別國發生恐攻 正是好時機推銷他的穆斯林禁令 即使人家已經告訴他 最好別稱呼這個法令為禁令 不過他是誰呢?他是川普 川普誰的話都不聽 川普想要藉著與聯邦部員溫娜開戰 來打擊泄密行為 接著他跳入卡達外交危機的一團混帳裡 嗯...我們的意思是他在推特發了幾篇文啦 不過如同所有善情的肥皂具一樣 猜猜誰回來了? 是科米 不會為了挽救收視率 決定讓科米上來 上台報告 川普無法評論因為他在忙 不過幸好我們還有小川普 最後川普還是放棄原定計畫 給科米老兄來個驚喜拜訪 好吧其實他沒有啦 別走開精彩的還在後頭 再見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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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見囉